跟大家可能前阵子看新闻都非常关注的议题先来讲起了 这是发生在去年5月 单看这个画面你可能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这是去年5月台中发生的五亿高中生命案 大家有印象吗 到现在案发时间到现在大概快要一年了 这个被告下姓男子呢 在上午的时候呢出庭应讯 身上穿的呢又是同样的一件水蓝色的Polo衫 那画面当中呢 这个被告的下姓男子呢 一早出庭应讯 那这一件的水蓝色横条上衣呢 大家可能印象特别大 这已经是连续六次呢 穿着相同的衣服来献身 好似呢就是他的个人标证一样 但是他呢面对媒体的询问是不发一语的 法院主要针对是为了文书 婚姻无效案了来进行审理 上午的部分传唤这个高中生要好的同学来出庭作证 来厘清他们到底当初是不是 是真正的婚姻 而是结婚争议呢 持续来看到的是呢 好当然了这个案件要调查 检察官法官整个司法体系都很重要 但现在却传出来了 书记官呢居然一次是过劳死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都很惊讶 感觉呢这个到了法院里面工作呢 是至高无上的一件事情 好可以呢来替老百姓的很多的案件呢 来做处理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原来这一名呢 这个是苗栗地院的书记官陈正生 好他呢被爆料说工作压力很大 过劳导致呢 这个陆陆续续反复出现悬麻疹的情况 甚至呢是三次发烧住院 这学麻疹严重 这甚至是要人命的 最后是败血症 并发肝肾衰竭过世 而他过世的时候呢 小孩子才八个月大 其实前面呢 他才刚刚请了育婴假 结果没想到就传出这样的事情 好你看到不只是有这个苗栗 这边的地院书记官 还包含的是呢 4月12号才发生 士林地院法官不堪工作压力身亡 4月19号呢 又有高院民事庭的法官 研究案情的时候晕倒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问题出在哪里啊 现在呢各地都在 包含的是想要找出原因 也包含想要解释的 我们来看到司法院怎么说 司法院说了 现在社会形态发生了变迁 所以涌入法院案件的数量增加 这个案件会再分给法官嘛 同时呢 增加书记官的工作量 同仁工作负担确实过重 好你也知道确实过重 那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处理呢 那因为这件事情这一次哦 被说到是疑似过劳时的情况的 就是在苗栗嘛 所以大家就很关注说 那苗栗这边你要不要给个说法 我们来看到苗栗地院怎么说的 他说本院呢 虽然未曾受理到陈书记官相关申诉 为任有深入进行调查必要 认为说应该有这个必要 所以呢自即日起组成专案小组 来厘清事实 好为什么会这样子说 我们没有收到这个相关的申诉 原因就是因为呢 这件事情啊 一条人命的过去了 但是呢好像一开始都没有被受到关注 那这件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是因为在这个脸书的粉专上面 你看到截图给大家看到了这个留言 有人就说哎这个不是苗栗地院吗 这个他呢陈书座他住院的时候 还有去医院探望他 印象中啊陈书座呢要请长假休养身体主管 还有劝慰他说啊再帮忙一下很缺人呢 结果二度病倒 然后人就没了 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包含的是呢 大家都对他呢是非常的觉得很不舍的 包含是这边有记录说你看到这个呢 他人很好什么事情找他帮忙他都不会拒绝 然后这边呢系数他的身体状况 是怎么样进入到非常严重的 最后的第三度住院点点点 因为后来人就没有了 好这整件事情大家会觉得说 一开始我们讲一件事情他可能是个案 但是刚刚点出来了 好几件都是跟法官有关书记官有关 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郑哥的体制是不是有问题 好我们就来看到了 这位呢是台东地院前院长唐光毅呢 他就说到了 他说什么 他说啊在30年法官职业前啊 自己也曾经当过半年的书记官 所以他最懂这里面呢 到底有哪一些苦有哪一些田 那他说甚至呢他在担任书记官的时候 深深感到什么力有未待啊 也就是说呢感觉就是有一些力不从心 想要呢做到好 但问题是呢真的是没办法 为什么因为案件量不断的增加 然后包含是呢没办法有效阻止滥诉 或者是说呢这个案件堆积如山 真的不是有心用心就可以处理的完的 再来有一位呢也是书记官 然后呢他是已经转调到行政单位 大概也是呢受不了了 好他说什么 我们就是油麻菜子命 什么是油麻菜子命啊 随风飘散落哪就只能长在哪 他说因为呢书记官都会配法官嘛 好这个配属的法官压力大 书记官跟着压力又大 遇上好法官上天堂 遇上EQ情相差的就像活在地狱里头 曾经有书记官呢 人是在欧洲度蜜月还被指示要联络当事人 说真的联络当事人呢 这个在整个的司法体系当中 小小的事情啊 那么非得要把这个在人家度蜜月的期间 叫人家来处理这类呢 比较细小的事情 那看起来是有些不近人情了 所以呢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呢 就进一步的来去做分析了 他说啊法官书记官过劳事件评传 司法院面对外界的批评 做出检讨公实这个四大决议 但是呢这根本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因为没有对症下药 只是治标不治本 没有解决案件料暴增 人力不足的问题 在台中地方法院呢 前法官啊就去年九月 离时转任律师的时候 曾经就说了 法官每个月未结件数呢 数百件啊在过去是特例 现在是常态啊为什么 诈欺案很多 洗钱案件也很多 好这些法官呢被案件压得 暗无天日 工作家庭生活难两全啊 这没想到呢才说完 就接连传出法官书记官 不堪工作压力坠楼病故 病倒这些事情 大家难道不心痛吗 好这些呢都是如果说老百姓 想要就是包含的是 替自己来维护权益的时候呢 不就是要到法院来吗 但是呢好现在这整个的体系 看起来就要崩坏了 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不只是司法体系的问题 包含的是警销等等 或是公务体系 是不是都有出现一些 这个案件积累量 要处理的文件 行政程序方面 是不是太过繁琐 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人力吃紧这件事情呢 似乎也不是 一下子刚靠制度的改变 就可以来做解决的 我们就来看到了现在呢 台湾书记官工作权益促进会 他们就说到三点 他说啊公务人员呢 并没有职安法保障哦 所以应该要全面是用 职业安全卫生法 不然的话呢 求助无门 求偿无门 书记官兴奉跟公使 不成比例 人力不足 离职率很高 那这样子呢 恶性循环 这死循环了哦 离职率高人力就更不足了 好 第三点 司法检查机关资源不足 需要办案流程 简化辅助 好 刚刚讲到了 这个很关键的 薪资跟他的公时不成正名 为什么 因为案件呢 这个你还是得要把它处理完嘛 是不是有超时加班 等等的问题 会不会有把事情要 需要带回家做的问题 好 这些呢 都是他们认为说 这个现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那当然呢 大家也可以留言一下 你们认为说 这一些问题要解决的根本 究竟应该是哪一些方向呢 好 除此之外 我们也带各位来关心到 是性骚扰的议题了 这个现在又出现了恐怖狼狮 这是女网友呢 爆料说 十岁学刚起的时候 被男性老师姓嫂 不但呢 是会边打拍子 边摸大腿 甚至呢 是身进衣服摸胸 最可怕的是 这名狼狮 居然还在新北市的 某个国小来认教 更进步内容 我们联系记者 戴琼宇告诉我们 刘小姐勇敢站出来 回忆十岁时 上钢琴家教 男老师与她的对话 指控对方每次都会 借由打拍子摸她的腿 或是伸手进去 她的衣服里摸胸部 夸张行为 吓得她逃避上课 但是最可怕的是她得知这名狼狮现在竟然还在新北市某国小任教音乐老师之后陆续又传出有学生指控这名狼狮不但会要求女学生做她大腿 还曾目击她在教室偷看色情影片 夸张行径连环抱 要不然就是有另外一个留言说 反正她是五年前教我的时候 大家都说她会性骚扰 我有上过她的体育课跟社团 我还记得她看每个女生的眼神都很诡异 然后教动作会靠狠性 目前教育局与校方正在处理此事 受害者以及立委范云也点出 未成年少女如果遭人侵犯 可能缺乏挺身指正的勇气 希望延长额绍性剥血防治条例里头的追溯期 将实现拉长为20年 给萌兽创伤的孩子们 透过法律寻求公道的机会 以上下星情况把镜头交回棚内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